字幕致上的字幕 完成雜誌解後 我現在就教大家做多一個小手座 就是做一些個人的用品 就像我手上這個用膠樽做的筆盒一樣 今次示範的就是做一個小型的收納盒 首先我們要挑選膠樽 選擇得很小心 通常做盒一定要盖面和盖底一样的大小 就像两个胶樽是同一款就最好了 这两个都是在同一款胶樽剪出来的 这是胶樽的底部 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合在一起 为了令收纳盒更美观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油性笔 将它添一些颜色 这次我选了绿色 如果你是和你的小朋友一起做小手作 不妨将这个填颜色的部分交给小朋友做 因为这个是收纳盒 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胶樽的盖子和胶樽底部合在一起 这次我选了一个拉链 我也是用热溶胶窗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是痛看 宽然更加热 请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